特斯拉的车厢过热保护到底有没有必要开 开启之后究竟又会有多费电 炎炎夏日停在室外的特斯拉 随随便便干到六七十度车厢温度 不仅烫定温热 主要是方向盘还可以烫手 而驾驶室过热保护的开启又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当车内温度高于四十度 或超过你设定的温度以后 空调系统就会自动开始运行 把你车内六七十度的温度给打下来 而另一种则是无AC的模式 此模式下只有风扇会正常运行 没有空调那么显著了 至于费电程度 那就要取决于你当地的气温了 而特斯拉空调满功率运转 每小时就会消耗七度电左右 但其实你也不用担心过于费电 因为当你离开车辆超过12小时 或爱车电量低于20%的时候 驾驶室过热保护则会自动关闭 那么你们所在的城市开启过热保护后 大约都会消耗多少电量呢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一下 那么总结来看 如果你的车在外边一停就要停一天 并且自身充电条件比较麻烦的话 那就不要开启了 但如果你经常外出 车辆随停随用 并且有家用充电桩的话 那就可以开启它 毕竟炎炎夏日每次上车的舒适体验 真的是别的车给不了你的 那么比起定好的空调温度 你会开启这项费电的过热保护功能吗